第二届美国华人微春晚金猴闹春在圣盖博势力剧院闪亮登场 当地华人自编自导的一台台精彩封城的文化艺术香宴 与华阳观众一起喜气洋洋的迎接猴年新春的到来 请看报道 时代不同了 寻常百姓也能登上春晚的大舞台 这台有当地华人华侨共同参与的金猴闹春微春晚 在欢清的锣鼓声中拉开序幕 大小金猴要上舞台呈现金猴闹春的喜庆场景 歌曲《爱我中华》 由演员身穿各民族的服装 在天安门奥运会世博会西藏大草原的背景下隐恒高歌 钢琴丸子郝伯演奏了气势雄伟的黄河主题曲 洛杉矶京剧小名林林的杨蒙女将霸万别姬 参作念打令人惊艳 自编着儿童的合唱 掌声响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令人动容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陶礼杯舞蹈金奖获得者贺梦娇 表演了独舞红豆 令人想起青涩年代的杨丽萍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旗袍秀 风姿卓月美轮美奂 今后闹称文语晚会还安排了百人杰出华人颁奖典礼 由美国的主流光源给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颁奖 我们有国内的和就是由中国大陆来的 还有美国当地的华人明星 也有好莱坞的明星 他们会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 让大家难以忘怀的一个中国新年的节目 春晚目的就是为我们草根的这些平民百姓 提供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春节晚会 丰富大家在美国的生活 不要感觉在美国好山好水好风光好寂寞 让大家少点寂寞多点快乐 华人微春晚汇集了南加州华裔艺术家与演艺达人 在这个舞台上掌入才艺传播中华文化 丰富了社区的新春文化生活 春节这个期间会播放全程播放 谢谢大家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